黃珊珊的想法就是選台北市長 不然呢 就是這個目標很確定 所以像這次的監視器的事件 它是主打 那你會發現黃國昌相對來講 在這個監視器的事情 就不會有什麼著墨 就是台北他們這個戰場 是劃分得很清楚 那只是說我覺得 大家也不要陷入那個聲量迷思 什麼叫聲量迷思 你看這個排行榜 賴清德人 他是要做總統人 他沒有聲量 沒有 最在意聲量的 不就是民眾黨自己嗎 因為賴清德在競選過程 他的聲量也都不是前幾名 所以他還是當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阿伯要 阿伯要跳出來 阿伯要記取這個教訓 聲量不代表得票量 跟你的選票不見得成正比的 那只是說 我覺得臺灣政治人物的 有時候都會被一些 所謂的潮流帶走 不管是新的潮流 還是舊的潮流 那你說聲量好了 民調也好 都會讓大家覺得說好像得到什麼就可以得天下 你進入這個迷思裡面 你才會發現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他們其實辦公事也蠻好的 因為感覺起來他們慢慢的內部矛盾會開始浮現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是這個我聽到一個訊息 就是上個禮拜不是韓國瑜 他有在立法院有一個所謂的非正式的形象 為了那個立法院的事情 那當天其實現場 因為一開始黃國昌都還在委員會 所以呢 本來是要約十一點 然後黃國昌說不好意思 我還在委員會 所以後來改到十二點半 然後後來媒體自己在那邊等 然後黃國昌很晚才進去 那現場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只有這個柯建民 吳思瑤 然後陳廷飛跟傅崑 以及民眾黨的黃珊珊 那是黃珊珊先去 就我瞭解 國民黨內部就傳出 其實傅崑崑那時候很傻眼 這不就是二打一嗎 就是綠跟白一起打我 他看到黃珊珊很怕 傅崑崑很怕黃珊珊 所以聽說傅崑崎還主動打電話給黃國昌 叫他趕快 國昌老師現在是藍營盟友了 我聽到的消息是這樣 但不知道 反正最後最後就是 也還是一團和氣的結束 但是如果今天從這樣的氛圍 你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藍軍跟黃國昌 反而比較close 而對黃國 黃珊珊 是一個比較相對保持距離的話 那他們這個內部的矛盾 會不會就開始產生 所以我說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這個就是你黨主席要處理的 你黨主席不要覺得黃國昌 有人氣或什麼樣 你會覺得很生氣或幹嘛 畢竟黃國昌是你接下來的戰將 二零二六 我們常講柯文哲有沒有二零二八 關鍵在於二零二六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榨根 那這個二零二六 如果你最後民眾黨還是 你假設我們不要講新竹 不要講金門 其他的縣市 如果你沒有辦法打下 其他的縣市的話 我認為二零二八 那個義務反顧再拼一次的勝率 就會不太高 就不太可能給柯文哲一個 比較好的底盤 那只是說像這次共識營 我覺得只有一個一件事情要提醒民眾黨跟柯文哲 就是說黑卡該帶的要帶 然後不要叫做這個柯文哲說 哎呀什麼是黨團出還是誰出 不要不要鬧這種笑話就好 真的不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受到這番 我沒有受到這個柯文哲